Hello 大家好 我是憲哥 今個星期就是GO FAST 而其中一個重點就是Mega列空座 就是GO FAST的第二天登場 我們今條影片會講 Mega列空座團體戰需要注意的東西 以及它的數據 以及它的排名 究竟是否真的那麼強呢? 我們就來看看 首先Mega列空座在Mega團體戰上登場 在8月27日星期日上午11時至晚上6時 大部份的團體戰入場券 都可以打到Mega列空座 你可以用遠距離券 你也可以用普通的橙券 或者綠券都可以 而且都可以放心 這隻Mega列空座的團體戰 大部份的東西都跟Mega團體戰一樣 即是糖果 巨大糖果 色違 高IV 超級能量 你都可以拿到 因為現場活動的緣故 所以我們都知道頭目的CP 是8萬8千2百 而攻打時間 跟普通的團體戰一樣 300秒 可能在打之前 大家都有個疑問 就是每打贏一場 究竟獲得多少Mega能量 這件事都很重要 尤其是無課玩家 都沒有打算打很多場 更加要知道這一點 暫時我們都可以知道 一分多中打贏的話 就獲得到80-100Mega能量 超級能量 所以其實都需要打4-5場 才可以集齊400顆 超級能量 這一點就真的要留意一下 尤其是你沒有太多的團體戰券 剛才說到 一分多中打贏 就獲得到80-100Mega能量 其實如果你拿到這麼多能量 都算是比較可觀 更加久都未打贏的話 可能最後十幾秒才打贏的話 獲得的Mega能量會更加少 我不是很記得獲得的Mega能量最低是多少 但大家千萬不要拿到這麼少能量 否則一張團體戰券都蝕到入獄了 還有補充一句 如果你想獲得更多的Mega能量 就越早打贏 那就越多了 這次看來Mega裂空座的能量數量 其實是跟原子固拉多和靠卡按時一樣 同樣獲得這麼少 所以大家打原子固拉多 打原子固扣卡 還是Mega裂空座都好 快點湊夠20人才開場 盡量獲得最多的Mega能量 可以打得每場都這麼精彩 另外也有頗特別的東西 就是在現場活動發現 捕捉裂空座有機會獲得 穩石道具 這個其實是不太清楚 看全球活動是否都有 還是全球活動要買了門票才有 這樣是不太清楚的 如果當日大家打打裂空座 捕捉裂空座的時候 都獲得到穩石道具 都歡迎報料 可以給大家知道一下 還有實在是有機會獲得 也有機會獲得不到 所以應該挺靠機率的 看看當日是什麼情況吧 如果大家還未知道 尋寫道具是怎樣使用 或者是怎樣才獲得到 讓大家看看那條 Mega裂空座的懶人包吧 接下來就說上一條影片 都還未說 就是Mega裂空座的數據 Mega裂空座就是龍家飛人系 攻擊就由原本的284 提升到377 防禦就由原本的170 到210 耐力就由原本的213 提升到227 50等最高CP值 由原本的電空座4336 上升到6458 在團體戰裡 捕捉到的100IV數值 就是CP2191 天氣加成 大風天就是2739 推薦的招式 以PE來說 就看回你當作龍系戰力 就是飛人系戰力 如果你是龍系戰力的話 小招就是龍尾 大招就是翼輪 飛行系戰力的 小招空氣盞 大招就是畫龍點睛 畫龍點睛這招的特殊招式 需要穩石這個道具才能學到 不可以用普通的招式學習器 或者厲害特殊招式學習器 根本都是換不到的 畫龍點睛這招的招式數據 是PP 威力150 所以需要的能量就是70 一格技 效果就是 自身防禦下降一級 所以大家打PP有時候 都看看情況 最好就是 跟換精靈前出就最好 在PVE 畫龍點睛威力是140 所以需要的能量就是50 是兩格技 在PVE 剛才在PVE推薦招式 而在PVE推薦招式 就是小招龍尾 大招就是趕密破壞加畫龍點睛 這兩招都有特殊的效果 畫龍點睛就剛才講完 而趕密破壞就是 保證可以令對手的攻擊力下降一級 我們回到這裡 在團體戰攻打小隊 都是針對弱點 用兵系打去有兩倍傷 其餘的弱點有龍系、岩石系、妖精系 用零件屬性Pokemon 做一種類的咬 about 例如打手 烈空左的弱點可說是滿多 如果較安全的話 錄人跟以上角色就會比較安全 而PP排名是普通的這些PFF排名 超級聯盟排到278 高級聯盟排到136 大司聯盟排到14 是很高 說完他在P.E.P的排名 接下來說他在P.E.P的排名又如何 我們先說龍系 龍系就不用說了 Mega烈空座就排在頂尖 龍系的神獸其實真的很多 在頂尖的職位真的難 而且就算有時候也不夠Mega能量 用一隻普通烈空座就去打 同樣可以見到他也是頭六名 而且不算Mega精靈 不算未來會登場的Pokemon 其實普通形態的烈空座都很夠做 都是龍系的之王 龍系第一名 而飛行系在P.E.P的傷害排行又如何 同樣地都是這麼厲害 Mega烈空座也同樣是頂尖的職位 而且普通烈空座也不弱 排在第二名 普通烈空座只是輸給Mega烈空座的自己 也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所以他不介意Mega的自己 也是最強的飛行系戰力 總結來說 大家可以看到P.E的實力真的無用之以 那麼烈空座無論有沒有Mega都好 都是非人系和龍系的頂尖 希望官方會更多出現Mega烈空座的團體戰 希望官方會更多出現Mega烈空座 真的要打的 真的沒辦法不打 那麼厲害 那我們就在8月27號 加油 而8月26號同樣是GoFest 只不過當日沒有Mega烈空座去打 但也有兩隻原始型態的精靈 或者牛仔母卡比獸 也值得去打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我是慶哥 拜拜